我们进入任何一段感情 都要去做一件事 就是断舍离 我们讲究生活要断舍离 感情更需要 在没有进入恋爱之前 所有的所谓的 特别好的异性朋友 或者前女友 前前女友 在进入新的感情之后 都要断舍离 该断的断 该远离的远离 你的女闺蜜 在你有爱情的时候 就应该成为一个必闲的人 没有让你们从此不再来往 但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 你之所以不能保持 就是因为你心里装了所有 太贪心了 其实边界感不清的背后 就是你的自私 所以我觉得这段感情 我一点都不看好 不是你的分量不够重 是目前至少 在她心里没有一个 足够有分量的人 让她拎清楚她的情感状态 所以女生我倒觉得 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大的 那么多的麻烦 你有一点点像在爱情中过家家 哎呦 反正嬉笑怒骂 可以哭着笑 可以笑着哭 但是爱情不是这样子 爱情是平等的 所以我建议 你不如跟她分开 也许有一天会出现一个女孩 她往那一站 这男孩顿时就长大了 说我原来不应该跟女闺蜜 接到我家里住一周 还要说我女朋友 怎么那么小心眼 你要放松点就好了 那个人不是你 但我相信那个人会有 要么就是等她长大 要么就是那个女人的出现 让她长大 总之有点遗憾 不是你 你就放过自己 好不好 找一个适合自己的 好吗 希望你们各自都能够 找到真正的快乐 谢谢 天涯老师 来 陀老师 你毕业多久了 不到一年 一年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正确地引导他呀 先引导自己吧 好 行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 宝宝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这一年多当中 其实我为你付出的也挺多的 就是我 其实原本可以回家跟父母一块 但是我选择在天天等你 就是想着能每天陪着你 可能我之前没有太多考虑你的感受 但是我希望以后 就是我能好好的跟你在一起 我也是特别喜欢你 哥哥 你也说了咱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其实刚刚老师的话我也听了 我们自己都有错 我们都 都得学会改正自己的错误 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打开 君乐宝长知识了 爱的自己义乡 来 请开箱 女生放的是 是一把锁 干啥的 因为当我拿着这把锁的时候 它有两把钥匙 然后一把是备用的 一把是自己的 我特别希望 就是你能抛下那些东西 把我变成那个特别重要的那把钥匙 而且只能打开你内心的那一把钥匙 一把锁配一把钥匙 是这意思吧 男生放的是什么呀 我放的是 那是我们当时去 第一次去西安玩的时候 我俩路过路边摊的时候 然后当时他特别喜欢的一个铃铛 那个蓝色代表我嘛 粉色也是代表他 今天拿这个干嘛呢 当时就是买完之后 他对我说了一句特别感动的话 他说啥 他就说以后你在哪儿 我就跟到哪儿 算定情之物 差不多 所以今天还要让人跟着你是吧 我最后再问 最后一个问题啊 女闺蜜到底怎么整啊 刚听了老师的话 我就觉得 你说彻底断了吧 我觉得就有点太没有人情味了 就是我是想着找个机会 我俩说清楚 然后就跟他说 我女朋友挺介意这个事的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